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你們好,我是袁大明 很高興今晚又能夠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些近日發生的事情 或者正對困擾香港的問題 那麼我們香港出路這個網上電圖節目的目的 就是希望為香港尋找一條出路 能夠真正正正解決香港面對的問題 那麼我們不只是希望和大家一起 大事批評政府,某機構某人對某事處理得不好 那麼大家發洩一番就算了 我們希望能夠深入一些討論問題的根源 了解問題的羅龍去蜜 提出一些具體的解決方法 還有建議我們每個人其實可以做得些什麼 令這個問題真正解決呢 簡單來說,如果你是當事人,你會怎樣做 好,今晚我們的題目是講《報師》 《關鍵在乎我》 其實是講《克林頓》這本新的書 大概一個月之前 我就在家裡無聊 打開電視一看 剛剛就是晚上那個David Laderman Show 他剛剛就訪問Bill Clinton 即美國前總統克林頓 他就介紹這本書 這本書的名字叫做 《Giving how each of us can change the world》 即是《報師》 我們每個人可以怎樣改變這個世界 其實如果大家留意 我們幾個月前都曾經討論過 關於慈善活動 即是我們都很強調 真正的慈善應該要做到什麼呢 所以我就看看 咦,有本成本書講這件事 其實這類的書 我從來都沒有機會看過 原來書裡面有提過很多這類的書 但我自己就真的沒有人看過 我最初買了這本書 《香港Patreon》有的 很多書店都有的 我就想著 不會有什麼特別大的發言 很普通通的 講一些可能大家都想不到的東西 但我最初想著拿一下算 但這個月來 放了床頭 有空又落下 有空又落下 結果我成本 從頭到頭都看光了 就做了些紙 所以我覺得這本書 是幾好的 是很正面的 你看到之後 是一種新的希望的感覺 尤其是我們有些事情 譬如我們經常都想著 很多大財團 漠視我們現時的 溫室效應的問題 石油的問題 我都經常覺得大財團 都是為錢 不會理會這些問題 但書裡面 其中有一個 chapter 其實就說五月落 根本不是的 其實很多大公司 大財團 都是很關注 而且是真的 是開始 賺一筆很大筆錢 來處理這個 那我過去 我有一個這樣的感覺 我經常覺得香港人 是為善醉落 香港有很多的籌款運動 我們很多時候 在週日 星期六 都很多街道 都見到很多審問仔 用捐款商 賣期 之類 可以這樣說 做慈善 我經常都有一種感覺 香港人做得應該是全世界最好的 曾經有人說 以香港的人口來講 香港人做慈善 可能是全世界最高 最好的 真真正正的情況 我們都不知道 沒有什麼人 有沒有真正做過這個統據 好了 但你看看這本書 他發現 他說 原來美國人做慈善都很厲害 他先說 在初作介紹那裡 他讓他怎樣 他說 他自己覺得 其實他小時候 他和他太太 其實一向 在慈善方面 都是很熱衷的 很小時候都是 比如March for Diamond 小時候 在美國很流行 我們都在美國 住了這麼多五年裡 經常都知道 有這樣的活動 他小時候 和Hillary 都是很熱心 做這方面的工作 他說 他作為 做了一個政客 做一個政治人物 有一個問題 他說 整個政治的氣氛 就是怎樣去拿東西 怎樣去夾夾夾夾夾的 就是去拿人的支持 拿人的政治的捐款 拿人的投票 整個政治 都是去拿東西 拿東西 他覺得 現在應該 他卸了任 他認為 應該 做一些事情 去賦予 原來 他在2004年 自己 經歷過 一個心臟病 差點死 我常常覺得 有很多人 當你有這樣的經驗 你會改變 你的人生觀 我發現 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經驗 死過翻山 看法不同了 於是他成立一個 克林頓的基金 差不多是全力做這件事 他說 原來美國人在做慈善方面 是非常之多 為什麼我們要做慈善呢 他說 在地球上 美國全世界 我們那個人的智慧 和我們那個能力 的能量 其實是很平均分配的 但是 機會 和我們的投資 和有效的 所謂的機構組織 就不是的 所以 有很多億的人 在地球上 是沒有機會 令到他生活 可以圓滿 去 fulfill 他自己的 life 而很多百萬的人 是 無意義地 無需要地 每年死亡的 我們生活在地球 是大家應該互相依賴的 人家的問題 其實我們是 不可以去避免的 其實那個大前提 其實是講出 這個很重要的意識 好了 他也提出 在美國來說 過去五年來 經濟的增長 工人的生產力 不斷地增加 可以這麼說 在四十年來 大財團的利潤 差不多是破紀錄的高 但是 中委的收入 是平了 是沒有因此而增加到的 而那個 貧窮的家庭 裡面 可以這樣說 還是增加了 還有很多時候 很多美國人 就是沒有任何的健康的醫療的保險 就是他看出這個問題 他說 過去我們在世界上各地 很多這些經濟的增進 受惠的人 只是頭頂十個百分之的人 就是經濟的收益 其實不是去到很多其他人 而很多人都要挨機抵我 沒有屋住 沒有工作 病 傷殘 很沮喪 是被人 ignore 沒有人理會的 也有很多小民仔 沒有債希望 還有很多時候 沒有人幫助之下 是死亡的 他說 在我們現代這個社會下 有這麼多方面的祝福 我們始終是一個不平均 不穩定 還有我們的生活方法 是不能夠持續的生活方法的 所以 我們是真真正正 其實是要做一些事情的 這本書其實 其實之前是說很多很多 這個資料其實很好 大家都知道 在2005年那個時代雜誌 所以 那些是說 Bill Gay 和Bell Gay 和Bell Gay 和Bernod 這三個人 就是風雲人物 大家知道 Bill Gay 和Bell Gay 曾經 是用了数以十亿八亿的作为慈善一个大的机构 原来美国人普遍来说 美国人做慈善是很高的 美国的平均家庭里面 差不多有70%的人 都是经常会做些捐款捐助做些慈善的 当然其中一大部分就是教会 因为在基督教里面都有教义 我们都认为我们应该是将我们的十分之一的财富收入 是可以做出这方面的捐赠的 好了,这本书讲很多很多其他的捐赠的方法 他捐资,有些人捐资时间 也有些人捐资他的能力 就是他有些特别的技能 有些人捐资一些用品 供应用品 但他也有强调 其实也有我们需要 是维护和监察我们政府 因为政府影响我们很大 他本书也提到一些 我们典型的一个模范的捐资方法 所以这本书我觉得是值得看的 我们知道李永康 你自己其实在这方面都有些很贴身的经验 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 你曾经帮香港有两个机构 其中一个是Ace Concern 是Ace Concern 还有一个是Mothers Care 当时你也在这方面的慈善机构的经验是怎样的呢 你当时为什么会做这些东西呢 当时就因为其实这些机构 初初的时候都很小 是 根本就是拉杂成军的 就是他们只是有一个很简单的理念 是 例如Mothers Care 当时他们的想法就是 如果一个女孩 她有BB 她当时只有几个选择 一个就是 墮胎 一个就是 生了她出来 就将她给了人 给了保粮局之类 但是 好像没有一个 服务呢 是给这些女孩 是一个 比如 有一个地方 让她静静地想一下 到底 她要怎样处理她自己 和处理她的小朋友 即是未生之前 是的 于是就做了这些东西出来 但是他们 其实当时只有几个人 三四个外籍的 外籍的 女士 我没有印象过错 他们是一些 英国住在香港的 比较高层的人士的太太 因为她们在英国 也有什么类似的经验 就将这个经验 带来到香港 做一件事的时候 当然要钱 第一件事 当然要有地方 因为要静静地 让她们想 当然要有地方 即是要居住的地方 不是办公室 这么简单 是的 居住的地方 要照她们也要钱 于是 他们便会找到一些人 帮她们去筹钱 我当时是做广告的 那便可以想到那些 又不用怎样用钱 又不用怎样用人力 去帮她 找到一笔钱 是 Ace Concern也是一样的 当时有一个 比较大的机构 Ace Foundation 即是香港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Ace Foundation 是大很多 因为她们是有 政府给钱给她的 所以她做很多的 广告和宣传 就是预防她之病 但真的做到 social service 那个层面 例如 Ace Concern 有些什么 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 他们是 走入 外肢病的社群 例如 同性的社群 宣传 到底如何预防 外肢病 亲自去派病人 这些这么特别的观念 当时不是这么多人接受 他们的筹钱是很困难 所以找到其他人 像我那样 去帮他们去筹钱 这个是什么时候 多少年前 很多年前 Ace Concern 起码是十年前 Mothers Care 是十五年前 这些所谓慈钱机构 你帮他们筹钱 他们运作 最后的运作 也好吗 成不成功 这个世界 如果机构 小 就会运作 但是 慢慢变得大 或者多了捐款 就会有些 弊处 那你当时 你体验了什么问题 最大的问题 就是 跟所有机构一样 欠资源 欠位 欠位 里面的职位 对 还有 最大的问题 就是 甚至有时 他脱离了他本身的方向 我举个例 例如Mothers Care 最初就是 做这件事的时候 就是想 为那些 女孩 如果不幸 怀孕 在一个静的地方 去等他 去决定 到底如何 去处理他 和自己 和孩子 这个决定是他自己的 就是 没有人帮助 我们只是给他选择 他自己做了最后的决定 但现在你看到 Mothers Care的宣传 是完全改变了 就是 Mothers Care最大的宣传 就是 阻止 未婚怀孕 起码叫他不要 未婚 有婚怀孕 是的 但其实本来 是 如果你未婚怀孕 是如何处理 今天 最后的本子 都改变了 因为 新潜入来 这个世界 就是 钱多於 华士 哦 即是 有些人觉得 这个问题 就是 防止这个问题出现 其实 都可以理解 他当时在想什么 即是 既然 未婚怀孕 不如 我们 出现问题 那我们 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 做些事情 令他这个问题 不会出现 但如果这个问题 今天 不会出现 就不会有 Mothers Care 这件事出来 你明白吗 是的 原意 就是 调转了 本末 意化了 即是 那件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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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个程度上 都是 合理的 有问题 那我们不如 令那些问题 不会出现更加有效 现在 Giving 不是合理 即是 现在讲慈善 不是合理不合理 是有件事出来 我们怎么处理它 明白吗 是 亦都是 要尊重其他人 决定自由 OK 那件事 他都有做 是吧 他不是说 转了方向那些 不做 很少 已经做得少了很多 主要的资源 都是放在 防止未婚怀孕 或者婚前性行为 如何处理 嗯 因为我 也很奇怪 1997 香港 整个社会风气 我都觉得 转了保守了很多 保守了 嗯 但是 两极化 基层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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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保守 但是上早 很开放 例如 我那个年代 读书的年代 如果是私生戀 例如大学的私生戀 一定是死罪 那些学生一定是赶出校 一定是没有一份工 是 学生一定是退学 或者转去离间学校 但是现在 常常都有私生戀 像我们 杨振宁博士 整个三十多岁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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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的学生 很开放 但是他在管理的学生 是很严的 哦 你想想 例如 我在八十年代成长 当时的风气都没有那么保守 就是 我七年代是欺败士那一代 我一大学的时候 全都是欺败士 即是如火如荼 那时候 很奇怪 这个已经二十世纪 还说 就是 婚前性行为 的处理方法 哦 其实你自己有这么大 你要知道 是如何处理的 是的 好了 你说十多年前 有一群外国的 就是expect 就是那些community 那些太太 开始了 那现在 那群太太 应该走了 走了 好了 已经是另外一群人了 嗯 好了 那你说 他现在已经改了他做的事情 是吧 但是呢 任何机构 人一多 就有很多政治的斗争了 我觉得政治呢 又不是未必 不是政治很简单 因为很多时候 人一多 钱一多 的地方 一定欠东西 一定 就是 自己画自己的 一个 势力范围 哦 也就是 另外一群人 哦 因为这样才可以欠到资源给自己的 哦 哈哈 要不就 跟人分 永远自己就很吃虧了 嗯 尤其是有一件事 香港的自然机构非常不好 就是 香港的 慈善团队 基本上是没有监管的 嗯 例如 我现在 问你们 任何一个人 去任何一间慈善机构 去拿一件事 都拿不到的 很简单 就是拿一张 organization chart 出来 告诉我 谁是主席 谁是副主席 他们做些什么 他们不会给你的 肯定有 有 但他们不会给你的 但是 如果商业机构 譬如我家 我家公司 你什么家 你不问我 我一定要给你 我不可以不给你 你明白 是的 其他人说的数位 例如 会计 那些金钱 你完全是看不到的 完全是不知道的 不可以 完全大部份 都不是 不是 弄出来的 这个是 Mothers Care 最后 你看到 方针转了 那Ace Concern 现在变成如何 Ace Concern 因为 基本上 是一些很小的机构 它一直都没什么钱 没什么人 所以 就继续 做它的事 就是 这是不透明度 是吗 政府不知为什么 给党区这样的权利 不是 因为 一向 九七之前和九七之后 九七之前 英国政府 基本上是用一个 很传统的信任的态度 来到对付这些前线机构 既然 你肯自愿付钱 付时间 付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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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人力 出来做善事 他信任你 这是一个 gentleman to gentleman 的信任 信你 是不会做任何 不应该做的事 例如做假数 或者将钱自己 捐人之中捐给自己 或随便加自己的工资 他信任你们 是不会这样做的 所以 基本上 一向 都不管你们 只是一个很简单的登记制度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都试过去 曾经是 注射非牟利机构 其实通常 一个很简单的条件 就是 你要知道 如果你们倒闭 你要怎么将你的 通常都说 你要捐给相似的 非牟利机构 或是持战机构 大家其实都有些 一些经验 我也有些 很少 搞 例如人民台 其实都是个非牟利 你刚才说 那些自然会出现 一些问题 是非 不知道差什么 还有目标可能转 可能 开堂想着非牟利 跟着 议议 那么多人听 有些人想 带他去 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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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 你想想 这些是不能够避免的 会发生的 原来想那样 是这样 但你进来加入那些人 可能在想另一样 是吧 又或者 因为那些funding 来源 被影响你 又要改变了目标 有可能是现实 即是环境变了 你做不到 你想做的事 例如我们开头 打算搞人民媒体 很强大 可以抗衡 但发觉不行 很有限的人 听 人不愧是媒体 是吧 即是你的影响力 不行 于是就转换 自己想想 例如小众媒体 有些特色的节目 这些是他的意义所在 生存所在 你都要sell 给那些移工 或者你sell 给那些参加的人 有意义的 虽然小人听 不过我们做了精彩的事情 流传流伎 那你都要adjust 那样东西 其实都改变了 原来开头想的事情 很多时候 你开头想的事情 可能是做不到的 你可能是未婚妈妈 即是未婚而生了儿子 你要care 那些基金来源 可能你这样做 就是鼓励了些人 即是未结婚就生儿子 不然不然 你们切分之阻止 那些人未结婚就生儿子 那就给你钱 即是你的机构 即是你的基金来源 就是你的funding来源的影响 我都试过另一个例子 我搞过社区经济 在社会科科人会02年上 是 那是 开头的原意 其实他现在还在做的 即是好像外国的社区银行 或者社区经济 就是自己发行一些货币 类似货币的东西 是以物换物 即是做了一种交换 那我搞了一年左右 就用银行之类 又开过虚 那我没有搞了 搞了其他东西 就没有再 他还在做 但是一直到现在 他有个好像是 我自己觉得 即是 可能是很伟大的东西 即是你自己发行货币 自己用以物换物 努力交换物品的方法 即是在正常经济圈外 再做一些社区经济的东西 那本来是很好的一个想法 但是我发觉 不是很做到的 即是说做来做去 都是在那个试验阶段 是 你发扬得到的 不是很多人 始终都是一班街坊 那我又发觉 开始呢 即原来的想法差很远的 即原来想法想着 希望有很多不同的阶层的人 继续 中产也有 一起玩这件事 我发觉就不是的 结果整天整天最多就是 即是来这个圈那里 活动的那些 有些老婆 新移民 很有空的人 有些单亲老婆 带小孩来玩 那她很开心 好了 整天整天 好像是一个社工计划 即是社工结构 可能是找了一筆 funding 就用完了 即是推不起那件事 但又觉得有价值 这2个月 也就是继续继续绻 那个目标 那久 就说 继续做下去 集中 从现在我了解她们还在做 即一个月会开 一次开 另外Insitu 再去赶总 产生送到一间时间 即外国有的,蒙德拉贡那些,那类的东西 但香港似乎就没可能,那些人的意识未来 可能我们的目标很好,但你也要先延续先 所以他们现在就变成一个可能是社工科席,或者街坊的活动,先延续先 其实这些现象出现其实不是奇,目标是转移了 看这本书,其实也有很多东西值得说的,医生 不过我们就是,你看这本书就太大本了,但我看了很多书评,讲这本书的闹夹东西 那你有机会看这本书,我就看了书评,我问你问题最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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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网址3w.natural.com.h 好,我们继续回来,今晚我们的讲题 就是讲《报师,关键在乎我的》 其实是讲《黑林洞》那本新书 其实那本书我自己看了 我也发现有很多资料是比我想象中是好的 我心想想这本书有什么要说 说的大家都会知道,都想到 但是原来有些新的动向,我又觉得有挺好的 那外面对这方面有些书评? 我不是,上网找一本书的资料 你看到什么? 这本书是9月开始发行的 很新的,9月4月开始发行 第一手已经准备了75万本 75万本? 75万本 70万本,近100万本了 哇! 《黑林洞》说是想来做慈善用途的 哦! 可以赚到多少钱呢? 未知,不过2004年《黑林洞》出了一本的 这本是他第二本书 讲他自己的嘛 是,他自己出的 很惹在,据说他每个字都是自己亲手写的 那整本书就八百多页是吧?八九百页 这本书不是的,这本书很多人帮他执照的 这本是二百多页而已 这本是二百多页而已 他有解释是怎样的 赚很多data嘛 很多帮他执照的 有人帮他执照,但是他自己写的 因为很多政客,一一一退休写回忆录 其实就口音粒,有很多人给他写的 是制作来的 即是有黑一斤 但是他这两本书都是他自己写的 那这本书呢,卖了二百万本的 哇! 《我的生活》 二百万本是赚了一千万美金的 他自己很好用,当然一千万 这次如果这么说,他这本可能会有五千万美金 可能可以用来做他的黑伦顿基金的用途 是啊,他基金是在这本书提过很多次的 那当然了,他本书的目标是很伟大的 但是,阿医生,你觉得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好人? 政客就没有其他目标? 那他会不会为他太太铺路,不知道啦 那本书是不是有赞过太太? 他有说,有说过太太 譬如他太太在Yale毕业之后 那他又不是跟着一般人去赚钱的law firm去学 那他去做那些慈善机构啊 那些小孩的children fund啊 那他从政的时候做governor 那他太太呢,都是继续做慈善的legal advice law 那他太太好像都没有什么地方去赚钱的律师行工作 那真是一个很坑持前而尽力的政治家 那他太太准备参选总统,这本书出得很合时 那会帮助他 那会帮助他 那在David Letterman的show 那很多人提提他太太 那他很有趣 那他也问他 那么多人竞选 你会建议哪个,支持哪个 那他都说他都不是说他自己太太的 那他说他过得好 那他以为过得好 那医生你也是不够正客的 那如果他押售就没钱了 那他很聪明的 那他对布殊就 冷周易奉那本书里面 不多不多 我看完就不太过 但是他的书是高度评价自己任来对美国福利事业的贡献 是,这个有,这个有 说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 在医生界这种人你一定要说的 一定要骂的 在他任何90%的儿童打了防疫针 这个我会说 一会我会说 他做慈善 那这是他的慈善 还是医疗界的药厂的慈善 我觉得他有一件事 我认为 其实做慈善 最有效的慈善 是要令到 我们不需要再靠慈善 那这个真正正是有效的慈善 那其实他的书是说的 我们要看出有问题 那我们有些解决方法 那我看到整个解决方法 其实我觉得 不是了解问题的根源去解决 例如他那个机构 他那个机构 很多就是 如何去找一些便宜的药 去救那些 爱之病的病人 他说 普通来说 那些药要多少钱 但是他经过 那个机构的 和别人那些移价 将那些钱就减得很低了 一百多元 就可以够一年用了 但是他始终做很多事情 其实都没有说出 根本有问题的解决方法 就是不是帮药厂 推销很多药 他应该了解背后的 例如爱之病的为什么会出现 其实很多其他的自然工具 他没有的 所以我觉得 他那个问题 我常常很强调 有问题 我要了解一个问题 是为什么发生的 我发现 在他成本书 很多大部分人的解决方案 其实都是建制出来的问题 帮建制补获 他没有真正正做一些事情 令到这个问题是不会再出现 因为克林顿 或者这班上层的人 他们是建制出来的 没错 他们当然是需要 保护建制 或者建制出现了什么事 去保护建制的漏洞 我认为它是保护的 还有第二件事 这个事情 你也要原谅这班人 因为 他们的发生圈子 不是很阔的 是吗 很窄的 如果克林顿 去做慈善 那就来到那几个网络 那几个网络之中 再加个分支的网络 例如你刚才说 为什么他可以卖到200万本书 因为 一个网络 最大一个网络 最大一个网络 是可以的 因为其实本书未出 已经是估计得到 在市场上来说 是估计得到 可以卖到一本 100万本 favorable 都可以看到 她已经是订出来 anal 已经是订了自己的 写 也要订用 要发行 要分销 这些全部都是一个很有秩序的市场计划 这么有秩序的市场计划是什么 已经一早已经有这样的网络在做的 我会这样看的 有时候我觉得他四人之后 做一些赚很多钱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问题 其实很多政要人物 就算苏联也好 什么国家都好 通常他在任的时候 他人工是真的有限的 美国总统人工都没有我们港督 没有新加坡那么高 特首 特首这么高 女友国都不错的了 我觉得我们不要说 你看看 你做些东西赚很多钱 其实所有政要出名的人 都往往是事后赚钱的 有些人批评哥尔说他 他做这些环保活动 还多钱很多 我觉得不要用 因为他从中下赚到钱以外 他做的东西是不对 赚钱不是这么大问题 最重要是赚得其锁 其实每个人都是 苏联 没有理由 我公议社会是要穷光打明的 没理由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问题 但我都看得到 他所说的问题 解决方法 都是很建制的观点去看 这个我了解 就跟我们一向过去几个月所放 其实真正有下的慈善 是要令到我们不需要再做慈善 就是我们这样说 哈林顿这班上层的人士 他想的就是一定是由上而下 要有一个很大的组织 集中管理 将资源去解决这些问题 但我发觉 这个是做不到解决问题 反而就是做了更加多的问题 例如你刚才说的疫苗问题 他这本书是否很不满意医疗保险政策 即是说他任内曾经做过很多努力 但当时就没有跟 不是 他当时国会就没有通过 他们很简单 他们的资维都是这样 美国很多人 有成好像四千万人 医疗保险是没有的 另外有四千万人 医疗保险是不足的 即是很多美国人 一有医疗事故 就破产了 而美国一半的破产 是因为医疗的费用 所以他们的整个构思就说 解决这个方法 就要令到全民都有医疗保险 就算Michael Moore 最近我出气 他说的一套solution 都是这样的 他认为这是不应该出现的 我们的解决方法 令个个人都能够接受到医疗的服务 但他们从来没有想 为什么这么多人病 为什么医疗会破产呢 他从来都没有去想 我觉得Michael Moore 可惜他都没有想到这个 level 他想着美国应该跟英国 跟加拿大 全民受保 但他应该知道 英国和加拿大的医疗保 一样是破产的 那些人一样是这么多病 所以我看到 其实我们很强调 我们香港出路 我们香港更好大 那个思维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看到 一个总统自己写这本书 他的思维都是很局限的 都是做不到我们香港的层面的 到底问题是 为什么出现呢 他这本书不是只是说自己做什么 这本书那么多 为什么只说自己呢 其实他是介绍很多其他人做什么 其实很多人的方法都不同 有些小朋友做 有些老人家做 其中有一个 就是说有一个黑人女人 他七十四岁的时候 他是一个帮人烫衣 洗衣的一个女人 他就数了不知二十多万 他将六十个percent 他的主租捐给一些学校 是帮助黑人学生去完成大学的 其实他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例子 是跟他所做的 他自己做就有说 大部分百分之九十多是说别人做什么 所以就不是 就是不是我们刚才所想的 他正书以为自己做法 其实不是 我们经常都很 大家都知道 亦都曾经在香港发生过 发现有很多 沉战机构那些高层人士 坐飞机坐头等下 人家这么辛苦捐出来的钱 希望你直接给受惠那些穷人 不是给你去坐头等机翘 其实香港已经揭露过这些 亦都很多很多人 对这些这样的慈善机构 有戒心的 就觉得 到底有多少钱是用在 真正的救济呢 有多少钱是用在行政呢 很多的地方 譬如好像 我所知曾经有人揭露过 因为美国的癌症机构 American Cancel Society 差不多百分之七十的 主要的收入是用在行政的 但这本书就很有趣 其实这个问题 我们想不到 其实世界上很多人都想到 有些人做慈善是这样的 所有行政费都出了 其他招募的费用 就做在project 这就是我们香港更好大行动 我们将来会做的 我们看到的了 很多人都有这方面的戒心 其实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会全部 是一个很透明的姿态做出来 我们每一笔钱 是哪里来 什么时候来 全部都会公开的 还有我们将来做project 就是说 这笔钱是 这个project想做些什么 我们估计是需要多少钱 有些可能不用钱 就是我要达到这个目的 我只要人手帮手做 有些我估计是需要多少钱 如果有些人肯认购的 我觉得这个值得的 譬如我们这个节目 我们希望将来做一些节目 令到香港人 提升香港人解决问题的能力 可以简单来说 香港人的质素 如果改善了 香港就会更加好 是这么简单 好了 我将来我们的节目 那个手法都是这样的 就是目的 都是要令到有解决的 就是怎样讨论解决 就不要只是齐齐娃娃 大家做一个娱乐节目 那就算了 还有我们希望 我们有些节目 譬如我们需要有经费 譬如我们打算做一个哲学 英勇哲学 其实目的譬如做17 希望帮助一些人去 如何去思考 可能请大学里面的教授 来做这个 我们估计 第一个节目 当它一个小时的节目 大概是300元 一百元给居马费 港币可能未必要 可能给我们 另外一百元就是我们 staff的support 我们需要原来工作人 是负责控制 录音室里面的议器 还有一百元就灯油火纳 将来我们的做法就是这样 譬如我们有十七 每一期大概是三百元 十七就是三千元 我们会公布出去 我们希望有做到这些 有些什么人会来说 我们希望那些人自己认领 譬如我肯出六百元的 我做了两支的 那我们将这笔钱收到之后 我们每一期 是哪个人sponsor 我们会写出来的 即我们希望 将来我们做到这些 我们遇到很多 不透明的问题 人们对差异 对钱用得好不好 有没有正当利用 我们会全然消除債 你曾经所说 不透明的问题 我们会全部解释 我们会成为全世界最透明的 慈善机构 除了透明 其实你对付这些 公平公开已经够了 是 但其实还有一件事 做慈善 或者giving 这种活动 现在最缺乏的 其实是一些新的方向 和新的思维 我始终都只想着 在这个世界 有一批 生活条件好一点的人 有一批生活条件 没有那么好的人 有一批生活条件 但其实我们社会 不仅在物质上缺乏 在很多地方缺乏 例如我最近知道 有一批人 只有几个 他们做的慈善是很特别的 因为他们是一些 Angus Graduates 即是英文毕业 他们用很少的钱 因为他们全都很喜欢 Angus Drama 即是英语剧 但其实有很多小朋友 在今世人 都没有听过 英语剧是什么 不知道英语剧是什么 他们就去一些学校 做一个很简单的宣传推广 然后用很少的钱 就请这些小朋友 亲自去看一次英语剧 即是请他带他去看 即是好像妈妈 爹地妈妈 带他儿子去 即是不只是给了朋友 你去看 不是 即是 例如他们最近看 Othello 是开炮剧团 即是 之前去接他们 告诉他们 Othello的故事是什么 他们到底怎么做 留意什么 其实之前已经做了几年 一发觉 又开始有个效果 因为这些小朋友 即是很少 有几个 一次有几个 但慢慢 形成了 这几个小朋友 当然很喜欢英语剧 现在这几个小朋友 会影响其他人 去看英语剧 那慢慢就会 宣传开 虽然速度慢很多 但我想说一个例子 就是告诉你 慈善未必真的一定要 给一些钱 或者给一些人 其实旁边的 可能已经很需要你帮助 你给很少的钱 很少的资源 甚至可能一个很简单的问候 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慈善 其实公司有说的 譬如 他在 chapter 5 说的 giving skills 原来在外国有一个很出名的 program 叫 HIPPY HIPPY Home Instruction for Parents of Preschool Youngster 在以色列 1969年 有一位 Dr. Avima Lomba 开始 其实很多新移民的家庭 真的不太懂得教育 教那些家长 是训练他如何去好 教那些未入学的学生 其实这本书 其实讲很多这方面 譬如 另外一个叫做 Women for Women 这是阿拉伯的 couple 他说原来这个地球上 是有很多妇女 遭遇一些很悲惨的经验 原来他自己在伊拉克 在萨丹后西的一个朝代 是遭遇到很困难和很危险的生活 他写的本书 Between Two World Escape from Tyranny Growing up in the Shadow of Saddam 好了 他说原来地球上 很多这些受害的女人 例如好像波斯尼亚 是很多受强奸的女性 他们就阿富汗 哥伦比亚 Kosovo Rawanda 这些 他们就会 叫做Sister to Sister Connection 只需要大概27元美金一个月 美国人就可以帮一个 另外的地方一个女士 他除了捐27元一个月 他可以这样说 是跟他保持联络 大家看他帮助他 在多方面来到帮助他 教导他们 其实这本书 其实很多很多 你看到之后 你会发现 做慈善的手法 其实是很多元化 很多元化 不只是给钱 那么简单 另外有一个他提及 他说在Greenbelt Maryland 是有位叫Diane Stevens 他自己有一间美容院 那他有一次 看到新闻的报道 是Siera 那里 那里 大家知道 血传故事的地方 很多女士 很多人 因为这些 争夺 这个钻石 被斩手 斩脚 那他发现 其中有一个理发师 被人斩了一脚 那他怎样呢 他召集了三个 就是那些 那个发型师 在他自己公司那里 那里 再连同他 他教会里面 是三个 那些教会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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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日的旅程 是去那个 非洲这个地方 是教 是三 三 那些 女士 是怎样 做 理发 hair treatment 修夹 之类 那他说 在Siera 这个地方 那些 那些女性 是很注重他那个外表的 那他将这个 这个skill 用八日的时间 是传授给 三百的女性 令到他有一个 其实很有用的 谋身的技能 那其实这本书 有很多很多例子 就是 真的 我觉得是 是 是很 很正面的 那还有一个地方 可以看到 我经常都 很 很关注 现在那个 温室的问题 石油短缺 那我经常就 习惯这些大公司 其实都是 他们是一个 座妃和手 没有什么 但这本书 其实说起 其实不是 原来很多公司 其实是很刻意 去做一些 包括 Walmart Nike 还有一个 就是说 Richard Branson 这本书 这本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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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香港 因为香港人 很厉害 做这件事 其实原来不是 好像我们的节目 那样说 我们说 我们香港出路 香港更好 电台的节目 内容一定要做一些 令到香港人 提升香港人的意识 提升香港人的 主事 解决事情 的能力 原来我们知道 美国有一个 Room Free Opera Opera的节目 这个 美国是 很受欢迎的 节目 原来 Opera 最近 他就决定 他所有的节目 都不像 一般传媒的 那些 骑娃娃 嘲笑人家 很肤浅的 他所有的节目 都是要 一个正面的 和 positive 提升人 当时 一般的传媒说 你节目的收视率 一定会跌 到目前为止 就不是 他收视率 其实一直 是维持得很高 其实我们是 很多事情可以做 就是我们是 很多很多事情 可以做到出来 那我们将来 我们 那个香港 更好大行动 有些人说 我们其实都没有 什么行动出现过 那 目前 我都可以这么说 我真的承认一下 其实我们将 我们将我们 很多的所谓 那些计划 那些计划 就会很详细 列出来 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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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这本书里面 介绍很多其他书 一个project 可以说 你看完这本书 介绍的书 把书名 写得到 香港图书馆 问一下 有没有这些书存在 如果没有 就建议他 把这些书 加入图书馆里面 判完之后 再follow up 香港图书馆 有没有把这些书 走进去 这就是一个project 这个project 其实只要人手 不需要很多钱 这个project 就是我们将来 举办一个 开一个 自然疗法 或者综合性的医院 有中医 有西式的自然医疗 有同一疗法 亦都可以有西医 必要时需要急救的情况 其实我想过 每逢这些大型的节目 都有些 性悠寒救伤队 什么救伤队 在一个现场 准备 是的 为什么有些救伤队 都是自然疗法 我都不明白 一个原因就是 其实有的 香港有个中医 对医疗中风 是一个很特别的方法 很有效的 而现时西医 对中暑 中暑 那方面 是没有什么真真正正的帮助 他都很强调 他有这些工具 比如我们都知道 有一个很简单的电子治疗器 我们叫做太空小宁静 是一个苏联太空科技 他对于急症方面 其实是很有效的 当然 你要将这个科技 带入去 性悠寒救伤队 不是 我不是介绍性悠寒救伤队 我不是介绍性悠寒救伤队 我们组织一个救伤队 不过这个救伤队 是自然疗法的救伤队 是 直接去跟这些机构谈 譬如 如果你有一个 例如 车人篮球赛 你有性悠寒救伤队 为什么 你不可以开个床单 给我做个治疗法 救伤队 去做呢 譬如直骨神经科 可以的 是有 在某程度上 即是在某程度上 有的 譬如好像奥林帕 在我们的直骨神经科 各个医学院里面 也有些是专门 所谓的运动创伤 尤其是有机会 现在香港 那么多教育机构 有很多资金 是给学校去做科学活动 他们现在的资金 实在太多了 现在教育最多就是银乐队 哦 那这个应该是 真的吗 那这个就是一个 表演需要的项目之一 不是的 因为实在太多 因为银乐队想消耗些钱的嘛 你买乐器 买制服 可以消耗些钱 那它不可以真的 在比较有意义的地方 例如做一个 被自然疗法救伤 对我真的非常吸引 是 那我们当然将来 我们可以推动 那譬如我们一个project 就是将我们的 被自然疗法的 的救救方法 是可以给 多人知道的 这些当然是十几岁的人 来到这些自然疗法救伤队 这些十几岁的年轻人 他将他学到的东西 他的经验 带给他贫辈 亚庭 十五年至七年 你就已经收到种子了 那过去呢 其实是多元 是有原因做不到的 因为正义抗救伤队 红十字背后 是西医控制的 它是不会给 中医 其他医疗方法 走入这个队伍的 不是 那都是有政治的因素 我知道有政治的因素 而是你可以 因为你只要有 这样的团队在 你可以 这么多个不同的 每天都会有 不同的功能去做 你跟他斗 跟他斗 是 那当然 他会给你一个 给你一个房间 你去做 有 某程度上 慢慢地都有 但当然是不足够 好了 这本书其中提到一个 很有趣的 其实很多有效的计划 那些计划 其实往往都是由 当地的人 是自己自发性的 和当地的人去执行的 和当地的所谓的社团 是manage的 那往往 这些这样的 这些计划 是成效最好的 我们过去的模式 就不是的 要出面的人 社工去帮忙 找一些专家去做 即是要专家 要大机构 要有资助 是的 是的 又要评议 这个就不是慈善事 而是制造就业的事 没错 其实好像美国是food program 原来这本书有提及的 原来美国很多时候 他捐赠食物给你 有很多条件 食物的来源 一个一定要美国农人 农夫种的 还有运输过去 都要四分之三 是美国注册的那些 那个游轮 那结果发现 百分之六十 那个洗费 就用在那里 那他说 最有效的方法 那他说 其实是英国和加拿大已经做的 就是他就直接 就给钱 你在附近那些 那些农民那里 去那边购买你的粮食 那你可以製造你当地的就业 很多年前 宋朝王安 是已经发不出事役法 是吧 那还有一个 是捐那个单车 那他就不是只在 在中国大陆 捐给你 他只教你在那边设厂 拿一些科技 带给你 教你自己做几十万架单车 那这本书其实呢 背后都有多少 我觉得是非常之好的 是帮助我们呢 在这方面呢 可以再进一步去想 时间到了 大家时间差不多了 OK 下个星期 过年再见